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自由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面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云云 今天我们继续来聚焦水流困局 在上周五和上周六 我们关注了河北部分地区 和辽宁大连高尔夫球场的用水情况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事实上以高尔夫数量和密度来说 北京更应该是排在全国的前列 而从水资源量来说 北京也是缺水大户 那么北京高尔夫球场用水的状况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记者对北京高尔夫球的调查 这是记者七月底在北京空中 沿永定河河道航拍的画面 这座铁路桥两边 树桶演映当中是大片碧绿的草地 形状各异的沙坑 倒映着树木倒映的湖泊 草地边缘能清楚地看到平凡的百游路 路两侧还安装着路灯 草地上还有穿着运动装的人走过 画面远处黄色的区域就是永定河道 草地沙坑沿着河道以你而建 占据了辽阔的面积 再往下游 从316省到定水桥向南望去 是一处规模还要大一些的球场 里面湖泊交错 从这里还能清晰地看到 有两辆高尔夫球车在草地上行驶 顺着永定河道南行 在河岸西侧 我们拍摄到了一处更加壮观的球场 画面范围内 这些全都是球场区 靠近的拍摄更加清楚 黄色的是人造沙坑 白旗所带的地方是火岭 球场内绿草阴阴 用铁丝网和外面隔成了两个世界 在互联网上用卫星地图查看 更是触目惊心 沿着永定河道 这些绿色的区域都是高尔夫球场 业内人士透露 永定河沿线被称作高尔夫走廊 现在至少有七家高尔夫球场 最小的占地也在一千亩以上 最大的甚至超过了五千亩 在某知名网站的高尔夫频道 记者看到 这些用红色标注的全是高尔夫球场 布满了北京市全境 那么北京市现在到底有多少球场呢 北京地区本地大概有五十多家 将近六十家 在2004年1月10号 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建 高尔夫球场的通知 要求一律不得批准建设金的高尔夫球项目 在那次之后呢 又陆续七次下文重申通知精神 可是呢 从2004年到现在 全国高尔夫球场从170家左右 增加到了600家左右 现在呢 我国除了西藏之外 各省市区全部都拥有了高尔夫球场 2004年之后 北京球场这几年依然是雨后春笋般 并且呢名头是各式各样 即使是业内人士也很难准确的统计说 有多少球场 而这些球场每年要消耗多少水资源 用的都是什么水呢 这里是北京昌平区温鱼河附近的一处球场 记者来到时正值下午 在炎热的阳光下 球场内的攀头轮番打开 向场地内喷水浇灌 在球场的这一侧 有些需要重点浮水的地方 工人干脆直接用水管浇灌 负责浇灌草坪的这位工作人员 明确地告诉记者 这里用的都是地下水 这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虽然紧邻着温鱼河 但河水现在污染的非常严重 根本不敢使用 他们现在用的都是地下水 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话 他还告诉了记者凤凰所在的位置 这里就是球场抽取地下水的泵房 离得很近 就能听到机器的风鸣声 那么这个球场 一天要用多少地下水呢 一天 一天得用它几天 我是说这得几天 怎么会有那么大量呢 它老喷的 多一袋五十亩利呢 公开资料显示 这部球场 今年3月26号正式开场 号称北京规模最大的天然水井球场 占地面积达到1500亩 工作人员透露 为了保证水量 地下水已经打到了二三十米深 这处球场用的是地下水 那其他球场如何呢 记者随后来到了离这里不远 紧邻着拉菲特酒店的一处球场 公开资料显示 这处球场2010年5月刚刚建成 占地面积超过1300亩 现在还处于市营业阶段 在球场内 记者拍下了这样的画面 水就这样漫过马路 流到对面的桥地上 为啥 湖水不行 湖水污染 污染的力量 以后就搓 它也受影响 球场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这里用的还是湖水 但湖水水质不好 将来还得用地下水 而就在这处球场旁 记者注意到了几根水管 顺着水管 记者见到了三口 标着污渍字样的井口 但是打开井盖里的拔门 从井口旁的水龙头中流出的 却是可以饮用的地下水 根据2007年3月1日起施行的 北京市自建设施工水管理办法 自建设施工水开草水源景 应当向受理该项目取水许可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凿井许可 应当按月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用水量 按照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那么这两处球场内使用地下水是否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呢 记者来到了北京市昌平区水务局详细反映相关情况 在和监察人员联系后 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联系不上这两处球场的负责人 他们的水证监察人员无法进入到球场进行检查 也就无法对记者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 您给我留下一个联系方式 我等那个我们这边人跟他们那边的负责人去联系一下 联系沟通了一下 然后完了咱们明天再去约 截止记者发稿时为止 昌平区水务局也没有和记者联系 那么其他区域高尔夫球场的用水情况如何呢 这里是位于永定河区域的一家球场 球场相关负责人将记者透露 他们使用的同样是地下水 球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对于地下水使用的量从来不统计 用多少水也并不在意 因为无论用多少水 浇的水费都是固定的 记者走访了北京地区将近十家球场 无一例外 这些高尔夫球场使用的全部都是地下水 那么这些球场一年到底能够消耗多少地下水呢 一个高尔夫球场一天的平均用水量 大概就达到至少可能达到2000 或者2000到2500立方米 苏德荣从事高尔夫教学20多年 自己还设计过高尔夫球场 对球场用水十分了解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地区 一个18栋的标准球场 每天平均耗水2000到2500立方米 正常情况下除了冬季封场三个月外 其余时间都需要浇灌维护 这样呢算下来呢 就是说你一年呢也就用个七八个月左右的水量 这样你就可以大致估一下一年到底消耗多少水 今天就算2000立方 2万 一个月就是6万立方 6万立方水 40万立方 对对对 大概就这个样子 苏德荣说 这40万立方水指的还是一个18栋标准高尔夫球场 而北京还有相当一部分高尔夫球场 是27 36甚至54栋的 耗水量更加惊人 记者从内部获得一份资料显示 2010年北京高尔夫球场总的耗水达到了将近4000万立方米 苏德荣也透露 以北京来说高尔夫球场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地下水 其实啊就是真正高尔夫球场呢应该说是占用两块资源 一块资源呢就是土地 一块资源呢就是水资源 这是最重要的两个 这是一个让人震惊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 在北京所有的高尔夫球场使用的基本都是地下水 而没有球场老板的同意 水证监察人员竟然无法进入到球场内来检查用水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个标准的18栋高尔夫球场一年要使用40万吨地下水 全北京所有的高尔夫球场一年消耗地下水的总量竟然是达到了4000万吨 4000万吨意味着什么呢 按照现在北京市的人口 那么现在的北京市人均的水资源量大概仅仅只有100方多一点 戴玉华说 在全世界人口过千万的所有城市中 北京是人均水资源最少的 特别是上个世纪末以来 北京进入了持续干旱期 12年来平均年降雨量只有480毫米 除了不算 北京十年少降了200多亿立方米的水 相当于20个密云水库的蓄水量 以2010年来说 全市总共用水量35亿立方米 降雨形成的水资源量23亿立方米 缺口达到了12亿立方米 为了补足这12亿缺口 北京市一方面鼓励使用中水 一方面是从河北掉水 再就是被迫超采地下水 这个去年超采的地下水 大概接近5个亿吧 4亿多方 带雨话说 上个世纪60年代 北京地区地下水的平均埋深 还只有3米多 然而经过多年累计超采 超采总量超过了100亿立方米 水资源储备严重透支 处于全面枯竭状态 不可逆转 不可持续 现在北京地下水的平均埋深 已经降到了256米 在温鱼河一带球场采访时 记者就注意到 附近写满了打井挖井的广告 打井工人们告诉记者 现在地下水位明显下降 每个人有6千米 有7万2米的 有5的身边的地儿不一样 那么北京市高尔夫球场 一年用水4000万立方米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记者了解到 北京普通三口之家 每月的平均用水量 是8立方米 一年100立方米 4千万立方米 相当于40万户普通家庭 也就是一个百万人口 中等城市的全年生活用水量 现在这个球场的运水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应该说 就跟咱们这个运地一样 运地呢可能管理人多一点 运水呢基本上还是个 处于无序的状态 4千万吨的水量呢 相当于100万人 一年的生活用水 而这样的情况 居然就发生在水资源量 如此短缺的北京 我们震惊的同事 不禁要问了 到底是谁在建高尔夫 高尔夫球场 又是如何在政府部门 眼皮子底下建设和经营的呢 广告之后 继续我们的北京高尔夫 用水调查 欢迎回来继续 我们的北京高尔夫用水调查 前面我们看到了 作为世界上千万人口城市中 水资源最短缺的城市 北京将近60家高尔夫球场 一年消耗4千万吨的地下水 相当于100万人 一年的生活用水 这些高尔夫球场 到底是谁建起来的 又是靠什么 在政府部门眼皮子底下 建设和经营的呢 采访当中 我们的记者有了新的发现 根据内部人士提供的资料 北京市超采地下水的 直接后果之一就是 导致地面沉降 1999年 北京平原地区 累计沉降量 大于100毫米的面积为 989平方公里 到2009年就增加到 3385平方公里 平原区沉降面积比例 仅10年时间 就有15% 距增到53% 2009年 朝阳金展地区 一年地面沉降 就达到了137毫米 居全国之首 7月27号 记者来到了朝阳区的金展乡 然而在这里采访时 记者无意间发现 金展乡境内的温鱼河河道中 有一处大型高尔夫球场 正在建设当中 什么工程啊 这什么工程啊 高尔夫的 高尔夫 记者目测了一下 这处高尔夫球场顺着河道而建 目利所及范围内 全是球场建设区 让记者惊讶的是 就在今年4月份 国家发改委监察部 国土部等11部委 刚刚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 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谁又会在这个时候 依然不顾禁令 修建高尔夫球场呢 面对镜头 施工人员不愿透露 开发单位的任何信息 记者随即来到了朝阳区水务局 温鱼河管理所 画面中 这位就是管理所所长 金力刚 这个高尔夫球场 到底是谁开发建设的呢 面对追问 金力刚表示 记者没有必要知道相关内容 面对镜头 温鱼河管理所所长金力刚 干脆告诉记者 他有他的公开法 并拒绝接受采访 就在记者准备 离开管理所的时候 金力刚突然冲了上来 捂住了镜头 之后 两者的采访设备 那么金力刚到底在隐瞒什么呢 记者赶到了朝阳区水务局 朝阳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同样不愿面对镜头 并表示说 此处并不归他们管家 是这样 因为这个河道是宿管河道 市里边他这个分级管理之后 他有相应的配备机构 比如说 他有管理人 他有执法的人 有执法人 到底是谁在国家十一部委 彻查的时候依言如故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温鱼和管理所的负责人 面对镜头的时候失态 为什么北京市的有关部门 面对高尔夫球场的问题 都是三间七口 对于这些 我们都一无所知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从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之后 相关部门是至少七次下文 反复发文 一是说明上级对于违规高尔夫问题的重视 但是现实状况也说明 我们的一些政府呢 把上级的要求当成了是耳边风 事实上我们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2004年国家叫停高尔夫之后 有些地方政府是主动上门招商引资 邀请开发商投资建设高尔夫 深圳朝向管理集团 是一家专业高尔夫公司 连续两年发布的中国高尔夫白皮书 根据朝向提供的数字 2004年前 北京市高尔夫设施只有15家 2004年国家叫停之后 总共又开业了40多家 也就是说 北京市绝大多数高尔夫 都属于违规项目 那么这些违规高尔夫球场 是怎样建起来的呢 经过多方努力 一位高尔夫球场负责人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的公司原来在外地 2008年才到北京 投资建设高尔夫球场 那其实就是 应该是一些地方的需要 需要我们去看一看 一般是哪些部门 对你们接触的 一般都是当地的一些 招商的部门 这位负责人透露说 当初是北京某区的招商部门 主动找到了他们 并提供了多块土地 供他们选择 这位负责人透露 有了招商部门的支持 剩下的事情就非常顺利 注册的时候 招商部门就建议他们 以绿化公司的名义 办理执照 原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 北京泛华新兴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总事长崔志强 证实了这位负责人的说法 2004年禁令之后 有些就以体育公园 运动休闲 绿地 等于用这种方式 来规避高尔夫 或者回避高尔夫 球场这个词 来达成球场建设的目的 崔志强透露说 除了以运动休闲 绿地养护名义 注册公司外 地方政府还会帮着 在土地上绕过审批官 化整为零 我们有些地方 球场里面也有这个问题 比如我一个项目 我分成 比如我是2000亩地 或者1800亩地 那我把它分成几片 来在地方就解决了 就地消化了 事实上 不仅是注册和土地 包括供水供电的 找到招商部门后 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杨广平 原中国长城杯高尔夫 业余巡回赛副主席 兼秘书长 曾经参与过 某处高尔夫球场的经营管理 他向记者透露了 球场用水的奥妙 我报两眼级 我打四眼级 对吧 这两眼是公开的 但是等你打完了以后 你一盖起来 谁也不知道在哪了 对吧 我用水 我用那个没有注册的两眼级 甚至我报两眼级 我打更多的级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主管单位的话 他也是利益一致 你在我这报了 我有收益 是吧 我有权利监管你 至于说你打那几眼级 没有手续 他其实不知道吗 他应该知道 那怎么办呢 那好了 球长就说 那你领导来打球 送你个卡 接受我们采访的球场负责人 透露 虽然有地方政府的支持 但是面对禁令 投资高尔夫 还是存在一定风险 那为什么他们 还愿意接受地方政府的邀请呢 那其实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这个一个一个项目的周 的增值 这个周边的土地增值 如果你有做房地产 或者旅游度假的项目 他肯定给他做加分 那么他可能从其他方面 因为我 我有球场的这种投入 可是我从其他方面 能收回到 他的这个收益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要做的一个原因 在深圳朝向集团 发布的高尔夫白皮书中 也专门提到了 高尔夫房地产 根据他们的调查 全国各地高尔夫球场建设 都和房地产 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北京 两者之间的关联度 达到了70.2% 也就是说 七成以上的高尔夫球场 都半生着房地产 从2004年叫停之后 北京高尔夫球场 至少又增加了三倍 并且在全国来看 2010年 高尔夫迎来了球场 开场最多的一年 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不妨我们来听听 业内人士的说法 他建球场 他不可能层层监管 都缺失这么大的项目 这么多的土地 对吧 这么大的一个投资 他不可能是缺失的 他一定是跟地方政府 至少有一个默许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纵容 崔志强说 在这种纵容背后 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 2004年 暂停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禁令 下达之后 中国高尔夫球场 还是迎来了快速增长期 一方面是和房地产市场相关联 但另一方面 市场的需求也不可忽视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苏德荣也认为 由于相关部门不愿证视 高尔夫球场建设的需求 导致项目建设中只能打擦边球 随之而来的在用水用地方面的控制 无法落实 因为现在呢就是高尔夫球场呢 大家都政府部门都敏感 没人审批 尽管你不批 但是高尔夫球场再见呀 对不对 这就是说你相当于 你不批 他再见 那他的用水 你不找握 你不控制 你没有管理 在记者暗访过的球场中 会员费最低的也在20万以上 高的甚至达到了600万 2010年 全中国经常打高尔夫球的人员 不过33万 北京只有3到5万 有限的资源被少数人享用 根本无从监管 从长远看 我觉得真的说理性的来处理 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真的应该制定相关政策 就是实际上 从很大程度上 这个高尔夫这个行业 或这个产业 能不能发展 怎么发展 这个政府的决策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要有一套合理完善的一套机制 来限制它 约束它 对吧 你在这个框架内 你去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 在国家一系列禁令的背景下 2010年 全国新开高尔夫设施52家 达到历年新开球场的新高 相关产业增长 每年在30%以上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现在全世界高尔夫球场 超过34000个 日本高尔夫球场 超过2000家 全球直接产值达到了1200亿美元 相关管理部门 应正式现实 尽早承认 并规范高尔夫产业 怎么解决高尔夫的问题 就是两条 第一个 法要大于规 规要服从于法 要按中华人民共提法来办事 第二个 要按精神 我们要有高尔夫的行业政策 它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 而且日趋发展 发展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行业 一个产业 要有具体的产业政策 北京乃至全国高尔夫的现状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一方面是相关部门的三菱五身 另外一方面是高尔夫球场遍地开发 就在这遍地开发的背后 是令人痛心的浪费和污染 以水资源来说 北京高尔夫用水处于事实上的失控状态 投资商们通过动不动就是百万元的年卡 贿易费 上千万元的地产别墅 截取了巨额的利益 而相关的执法部门却连检查一下用水 都还要征求球场的意见 本来就稀缺的公共资源 在这儿成了少数人可以不受监管 并用它来获取暴力的工具 我们更加怀疑 在这种表面的监管失控之下 是否还存在着权钱交易的问题 北京市委书记刘奇 在7月中旬的北京市水务改革发展工作大会上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 立足首都市情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大力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 并特别强调了对高尔夫用水的管理 可是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却看到了 相关部门对于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的精神和流行书记的要求 几乎没有采取应用的行动 对于北京市高尔夫球场的用水呢 我们将继续的给予关注 我们也期待着北京市有关部门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来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不要让节约用水成为一句空话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呢 我们将继续聚焦水流困局 稍后请您接着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